跟北韩有关的热门韩剧 莫顾于爱的迫降了 随着男女主角玄冰跟孙艺珍 三月底完婚 又登上Netflix平台排行榜 但现实生活当中的脱北者 适应方面恐怕很难尽如人意 甚至近期还传出有脱北者 想要回到北韩去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等一下我们就视讯访问 真实版爱的迫降的女主角 同时也是台湾前柔道国手陈灵珍 他当年出国比赛 认识了来自北韩的柔道国手李昌寿 让他为爱逃离北韩 成为了脱北者 期间的心酸过程 首度跟大家来分享 而我们先来听的是脱北者们的心声 许多北韩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 逃到南韩 只是现实总是残酷 有一些脱北者在南韩生活不适应 现在反倒想回北韩老家 最知名的是这位名叫金莲基的北韩人 他曾为了返回北韩伪造文件 现在则希望至少能葬在家乡 而2019年南韩更发生过脱北者 母子活活饿死的悲剧 就连成功化身南韩网红的脱北少女 也坦言曾动过回家的念头 ZN报道多年下来脱北者至少超过30万人 但过去10年中只有30人成功返回 虽然南韩生活机能样样超前 但各种生活不适应 以及南韩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让许多脱北者认为 原来家乡比较适合自己 虽然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不过以爱的迫将来说 玄冰所饰演的北韩军官栗正赫 如果真的想要脱北跟影视力 长相厮守化 恐怕还是要面对现实考验的 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 爱的迫将有真实版 那么男女主角是谁 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女主角是台湾的 前柔道国手陈灵真 至于男主角则是北韩的 前柔道国手李昌寿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履历 其实陈灵真 他是在1990年 北京亚运无限量级 铜牌的得主 那么他在那个时候 认识了北韩的前柔道国手李昌寿 李昌寿在1989年的时候 在南斯拉夫市井赛摘下了铜牌 也在那一年他认识了陈灵真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第二年 他们两个人相识相爱 然后擦出爱的火苗 后来李昌寿为爱而脱北 两个人后来是定居在南韩 当然也有了下一代 这段故事可能有些观众朋友 都已经知道 不过我们今天要聚焦 是爱的迫降之后 我们就要来视讯专访陈灵真 陈灵真目前是住在 南韩首尔附近的京济道 先请问老师 京济道其实是有点 新北市的概念 而且玄冰的豪宅就购置在京济道 对的 好 其实我们有看到报导说 陈灵真的先生 也就是李昌寿教练 有时候会有想要说 我想要回到北韩 他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的话 未必会选择脱北 我们就来视讯专访陈灵真 灵真你好 我们想请教就是说 据说好像是因为 其实在北韩的运动员 如果有成绩的话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受到照料的 但如果脱北之后 反而必须要生活自理 对吗 其实我先生 为什么来韩国以后 常常会蛮心情难过的是因为 其实他在北韩 不是那么困苦的过日子 他刚也是踢足球的 然后想说你只要来参加队伍 团体训练营的话 就可以得到鞋子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光脚 三十几年前已经是 四十年前的 四十几年前 那他十岁的时候开始念柔道 可以得到一些待遇 所以他就是想去认真念柔道 才可以给家里 因为他是七个兄弟姐妹 也是对他们负担很重 所以他们 他就是要靠他有好的成绩 就会有 他每次国内比赛得名的话 就会家里就会有 粮票多两张三张 多买米 多买什么石油什么的 就可以增加家里的一些家庭的好处 这样子 他在北韩不是想象的那么困苦的生活 他在平壤 他的待遇 他到世界杯第三名 还有国际赛 18个奖牌里面有三个保加利亚世界比赛 他有三个冠军 所以他的成绩非常优 也是非常丰富 得到很多的优惑的那些待遇 他有四个金日成的那个奖牌 有金日成的勋章的话 就是可以过一辈子 有一个勋章就可以过一辈子的生活的那种待遇 而且他家有四个电视都是因为他得到国际赛第一名 第二名的得到的优惑的待遇 所以北韩共产国家 你要有一个特别个人的技术项目 可以增加家人生活的改变情势 但是即使像你先生在这个国际比赛当中有得牌 只要有一次表现不够理想的话 还是有可能被下放劳改的 比如说当年李昌寿先生 亚运会拿下银牌 但只输给了南韩这件事情 就让他必须要去挖矿四十天对吗 就他在1990年北京亚运的时候 输给了韩国的队员 他只有亚军 他的冠亚军就是跟韩国的选手 结果他输了 输了以后马上下放劳改 回去北韩的时候 受到了一些不是自己想象的离遇 所以就是在探工那里这样子 腰都不能伸直的那种 做了四十天 他真的心里就是 我为了国家 为了祖国 那么认真 结果我只是输给韩国 你就对我这样子 所以当时他就一直觉得 他要投 就是要离开那个国家 你来韩国都投诚的话 还会有分等级 他那时候属于比较高级 所以有得到丰厚的报酬金 还有国家给他的房子什么的 还有一般没有那么高级的脱北者的话 真的生活得非常的困难 因为他们北韩的观念就是共有 所以他们来南韩的时候 他们要接触韩国的思想 还有自由主义国家的那些 真的非常的辛苦 而且在中间的过程 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杀 杀就是被骗 而且国家给的钱 我们几乎都被骗光了 所以真的他们不知道说 钱是必须的 一定要的 那在最近一次被骗的事实上 是由记者来骗的 记者 然后他说他 而且记者他真的去到北韩 去照了一张他父母的相片 而且能够把父母的相片传来给我们 他看到那个相片每天看每天哭 然后就说妈妈已经变那么老了 爸爸变那么老了 为了这张相片 你知道付出多少心血 付出多少钱吗 所以就要求那个记者 再付钱给他父母这样子 结果后来就经过很多调查 就是安局部调查 这中间根本没有人送到钱 去给他们父母 因为他们父母根本都不在一块了 都已经离开平壤了 都到各个地方去了 真的是完全没有 而且我不知道说 他收到的那个信跟那个相片 而且相片不是一起合照 相片是合成的 是爸爸在另外一个地方 妈妈在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后来又有 他妹妹从中国又来电话 真的是有接到 可是我觉得那也不是亲妹妹 然后这就是从韩国中间抽了一百万 然后中国抽三百万 其实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要有那个中间的过程 然后直接送到给他爸爸妈妈 是六百万的韩币 所以我们会先会一千万韩币给他们 这还是最近的 就有这种组织 那么在这么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们又是如何携手度过的呢 我先生来韩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在旁边这样看着 我有多辛苦吗 我真的只能安慰他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那一年至少有三个节日很辛苦 他的生日过年中秋前 韩国这三大节日要祭祖要干嘛 他绝对不会吃饭 他就是每天 就是前后 他这三天就喝酒 他喝酒又不会什么安住 什么吃什么配菜 他就喝酒 所以他在2003年开始就是酒精中毒 我先生那时候医院宣布 那个医生跟我讲说 只要不喝酒 只要不喝酒就是药了 你再吃什么药都没有用 他已经肝硬化 干是跑不了 而且他现在是酒精中毒者 你要移植肝脏 那都没有机会什么的 所以两年 剩下两个月的时候 几乎每天就是以泪 以泪就是洗脸这样子 一直要撑着三个儿子要怎么过 你说那时候韩国女孩子的话 几乎就是逃亡 绝对是离婚 真的要是我生一个两个 搞不好我会离婚 但是生三个 我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而且我第一个观念就是 如果我逃走的话 他也是一个人在韩国 他只有死路一条 他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在当时 他一个人怎么可能说 在韩国没有同学 没有朋友的环境下 我要再走的话 真的就是一点希望就没有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真的就是要支持他 我就去找了国安局 以前刚开始的一个大哥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我先生说剩下两个月可以活 我要怎么办怎么样 跟他讲的时候 他说他除了柔道没有别的兴趣 想办法让儿子学柔道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就想到 对 我的儿子开始要学柔道 就会引起他的兴趣 所以从2009年 2007年 我老二刚开始第一个送到 他自己跑去柔道馆学柔道回来 这样子就是开始我们家就开始渐渐起来 好 走过了比韩剧还要韩剧的人生风雨 也祝福陈林真一家人 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谢谢林真接受提关点的视讯访问 不过紧接着我们要来请教教授的就是 刚刚有听到了脱北者 其实除了必须要面对自己的生活适应问题之外 其实北韩家人的处境 才是更值得担忧的对不对 听说有北韩所谓的特别的种姓制度 的确 没错 刚才听完林真故事其实蛮感动的 因为各位观众看到 其实好像戏剧都拍得非常美好 非常浪漫 其实没有 我要跟各位观众说的是 其实脱北者 他们在一离开北韩的那一刹那 他的家人要么不是被劳改 要么是可能被处决 因为北韩那边还是有所谓的连作法 你的小朋友跑出去 这样脱北了 表示你的血统不纯正 所以刚才开文姐提到 我们那个北韩那边 有所谓的种姓制度 的确没错 简单来说 北韩现在分三种 一个所谓的爱国者 中正比如说他们听金正恩的命令 爱国者大概10%到15% 大概我算一下人数大概250万 中间者就是一般平民百姓 还有所谓敌对者 什么叫敌对者 比如说你叛国 或者像我念哲学的 这个在北韩就是怀疑主义论者 我是敌对者 或者我信佛教 基督教 这些所谓的敌对者 大部分都要去劳改 然后我刚才提到 一定有观众所谓 那种族 种姓制度 对他们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刚才我们其实我们节目 就要很多 比如说刚才那个孤祖祖祖提到 他在北韩看不到 所谓的胖子 就就有金正恩 所以就我观察来 金正恩他们控制人民 总共有三个方式 第一个 所谓的粮食 为什么 一定有很多人都批判 现在北韩人都吃不饱 为什么要吃不饱 其实他们吃不好是应该的 北韩的统治者认过说 你人民吃不饱 你就不会想东西 想要改革 所以他控制所谓的粮食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教育 刚才我提到所谓爱国者 大概250万人 他们全部都居住在所谓的 平南地区 平南地区有好的大学 你想上好大学 那你就要爱国 你就要听金正恩的话 第三个所谓的医疗 所以刚才比如说林正也提到 她的丈夫有那个什么 就是喝酒喝到那个 刚才我们提到COVID-19在北韩 没有所谓的没有确诊 你有没有 甚至北韩也没有所谓的癌症 因为他们人民不晓得 他们自己得到癌症 因为他们如果要去医院检查 一定要所谓的爱国者 所以这其实也算是 北韩脱北者的杯葛之类的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回到金正恩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 北韩的官媒常常会释出 像这样子的照片 新站北北对不对 好 但是很多人就怀疑说 这么多的金正恩照片 到底有没有是真的 有没有是假的 谁是本尊 谁是分身 马上回来继续了解 请别走开